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口琴老郭 很多网友都经常向我提起罗沙士酒庄曲子 有的问我要伴奏,有的问我要谱子,带奏谱 也有的谱子他们也看不明白 接着问我一些相关的问题 今天我就特意录制一个视频 大概的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新的体会 说的不一定对,供大家参考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用 本来嗓子比较哑,大家不要见笑 下面言归正传 这首曲子开头低调,中间A调 最后一段是G调,三个调 我这个带奏谱上面是用的三把口琴 具体排列是这样的,下面A调 中间G调,上面那个是升级调 三把口琴是这样排列的 具体怎么操作呢? 首先,首先那个乐曲开头部分是 这是低调开头是这样的 我那时用意料口琴开头 是这样的啊 我那时用意料口琴是这样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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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段就是这样的 第二段是A调 我那时用意料口琴 吹起来就顺一点了 咪发缩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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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味着口琴吹 他出去呢有一个是 发缩拉 喪发缩拉 支缩 told 这个地方呢 现在比较顺流一点 这样的 关键啊 跳到上面这个声音啊 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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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右 右 右 第二段 最后一段呢是寄了 sul再重 这段就是 其实还是比较方便的 速度比较快的 因为它没有调嘛,就是极调很脆 中间已经起了半音,用到上面那个声音极调就可以了 我唱一遍啊 这首曲子大概就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需要伴奏,或者需要那个谱子的话,可以私信我,可以下方留言,也可以私信我 到时候呢,我那个发给大家,谢谢大家